威廉二世时代德国海权发展的困境 3. 作者 郑凡 3. 德国的地理现实与战略机会 在维多利亚时代,德国统一对军事的威胁是逐渐显露出来的 英国长期视俄国为最大威胁 当英国的船队在向东方扩展贸易与殖民地的同时 俄国的哥萨克骑兵也在所向披靡的向东扩展疆域 英国的海权与俄国的陆权在近东的黎凡特地区与远东的中国展开较量 英俄之间的常竞争为马汉与麦金德这样的地缘战略家 展现了海权与陆权相冲突的图景 马汉在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中 同样认识到俄国的中心地带 阿富汗山脉和突厥斯坦与蒙古东部的沙漠 是海权无法触及的地方 可谓坚不可摧 并且从俄国历史与其显而易见的自然条件来估计 其利益在于最广泛和最自由的进入海洋 在东部抵达中国海岸线 在西部朝着两个方向进攻 也就是经由波斯抵达波斯湾 经由黑海或小亚西亚进攻地中海 也就是试图沿两翼获得不动港接近海洋 在海权与陆权的关系上 马汉指出 在海洋与陆地接触的地方 陆地会给海洋造成极大的影响 海权为了保障航道畅通 在这里就不仅仅意味着海上优势 还需要控制沿岸 需要获得港口与扼手航道的基地 在马汉看来 海权较之陆权的优势在于海运的机动性 在于有利于扩展贸易 麦金德继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 提出了古之马和骆驼 今之铁路在路上心脏地带的机动性 可与海运匹敌 并将世界划分为枢纽地区 内部或边缘新月形地区 外部或岛状的新月形地区之后 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 进一步产发陆权与海权的关系 以及建立在欧亚大陆上之路权国家的战略机会 通过回顾历史上海权国家与路权国家间的较量 麦金德看到 路权国家可以凭借更广袤 更富有人力的基地 剥夺海权国家的基地 使海洋国家活动的水域成为内海 从而取得胜利 如马其顿人之于希腊人与腓尼基人 罗马人之于地中海各海权国家 我们可以大谈船只的机动性 舰对之便于远征 但是归根到底 海上强国基本上取决于适当的基地 物产丰富而又安全的基地 对于英国的海权 麦金德写道 历史上英国作为海上强国的真正基地 是我们的英格兰平原 肥沃而与别处隔绝 后来再加上从平原边缘上发掘出来的煤与铁 这个内部团结 物产丰富 有安全保障的本土基地 是英国在与西欧其他海权国家 如荷兰法国竞争中取胜的关键 麦金德告诫道 英国海上力量的效果如此显赫 也许就会出现一种倾向 他忽视历史上的警告 并笼统地认为 由于海洋是一体的 海上强国在与路上强国争锋时 无可避免的就会取得最后胜利 在人们普遍认识到海洋是一体的 并由马汉等人指出了海权之重要性的同时 由于现代路上和空中的交通方式 我们目前这一代正进行着类似的革命 使人迅速认识到大陆是个整体 现在欧非三周合一的大陆 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质上是个岛 麦金德将之称为世界岛 在首先给出大陆心脏地带的概念时 麦金德的说法与马汉指出的中心地带十分相似 其首要特点是从海上无法到达 这整个一片从西伯利亚冰冻的平坦的海岸 一直延伸到比鲁芝斯坦和波斯的酷热的陡立的海岸 从海上不能到达那里 用铁路来使它和外界相通 因为以前几乎什么路都没有 何在不久将来建立航空线 将造成人同世界巨大地理现实的关系的革命 让我们把这一大区域称为大陆的心脏地带 与这一北方的地带相对 我们或可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 看成是第二个心脏地带 让我们称之为南心脏地带 以有别于欧亚的北心脏地带 通过对阿拉伯帝国的回顾 麦金德指出 陆上强国能够以整个北心脏地带为支持 占领了连接两个心脏地带间的通道 也就是巴勒斯坦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 这个陆上强国的帝国像一头巨鹰 从阿拉伯中央地区伸展两翼 一翼覆盖北心脏地带 远达亚洲内陆 另一翼覆盖南心脏地带 对等地远达非洲内陆 这时陆上强国获得了一个无可匹敌的基地 可将之作为海权的基地 转而发展海权 阿拉伯的独尾船就此勾勒出一个海上帝国 从直布罗陀海峡伸展至马六甲海峡 从大西洋的大门伸展到太平洋的大门 阿拉伯帝国的失败在于游牧民族人力的匮乏 当俄罗斯的哥萨克骑兵获得了仲田人座后盾 19世纪时 俄罗斯沙皇帝国的势力在广大的新藏地带中蒸蒸日上 像是要威胁欧亚边缘上所有的地区 较之马汉从贸易交通线视角考虑的中心地带 麦金德以战略视角补充了人力之余基地的价值 并进而扩大了新藏地带的范围 我们原来是依照江河的流域划定新藏地带的 但是在这样重温历史之后 从战略思想上考虑 是否应当把它的范围多少扩大一些 既然陆上强国今天能封锁黑海 那么这海的整个流域显然一定要看作属于新藏地带 为了从战略思想上考虑 新藏地带应包括波罗的海 多脑河可以航行的中游和下游 黑海 小亚西亚 亚美尼亚 波斯 西藏和蒙古 因此 新藏地带内有俄罗斯 布兰登堡 普鲁士和奥匈帝国三处合一的广大的人力基地 这是历史上骑马的人所没有过的 在1904年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中 麦金德还认为 俄国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 1919年 麦金德已看清了德国在东欧与俄国的竞争中占有优势 并将获得俄国之于世界的战略位置 对于比斯迈建立起的德意志帝国 麦金德写道 他决定不把日尔曼的统一建筑在法兰克福的和西方的理想主义上 而是建筑在柏林和东欧的组织上 他要一个在普鲁士控制下的团结一致的东欧 却要一个四分五裂的西欧 东西欧的分界线在战略上就等于心脏地带与沿海地区的分界线 心脏地带的地理机会加之德国的经济现实 让麦金德看到了德国获得心脏地带 以欧亚大陆为海权基地 建立起世界帝国的可能 也就是那个著名的公式 谁统治了东欧 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 谁便控制了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 谁便控制了世界